欢迎大家收看《六度美国》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感觉有误 其实越来越多德州人搬到这里定居 便宜的中国电动汽车为何被挡在美国门外 话你好是多停车场被抢包 头部重伤入院 联邦法官下令暂时禁止他离开美国 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向美国会发出最新警告 请大家收看 感觉有误 其实越来越多德州人搬到这里定居 网友 最近的数据显示 越来越多的德州人选择搬到加州定居 主要原因是他们希望在加州获得更高的薪水 德州人选择加州的主要原因是 加州的平均薪资比德州高 而且加州的薪资排名全美第三 虽然有4万多名德州人选择搬到加州 但是同期有超过10万名加州人选择搬到德州 加州人搬迁的主要原因是 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质量 总的来说 加州的人口流失比德州更多 大部分人选择搬迁是因为他们希望能够获得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便宜的中国电动汽车为何被挡在美国门外 网友 中国汽车制造商正在全球范围内受到欢迎 但在美国市场却受到了关税和补贴政策的限制 美国政府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 并拒绝给予中国汽车享受购买美国货的补贴政策 这使得中国汽车几乎无法在美国市场竞争 一些美国官员担心 当前的贸易壁垒可能不足以将中国汽车挡在美国市场之外 因为中国为支持自己的电动汽车供应链提供了大量补贴 使中国车企能够以低价销售产品 拜登政府官员表示 他们已经从中国在太阳能电池板和钢铁等行业的崛起中吸取了教训 并表示将保持警惕 然而 美国汽车制造商对提高关税的态度并不一致 因为中国是他们的第二大市场 他们担心中国可能会通过提高关税的方式进行报复 此外 美国汽车制造商在实现减少碳排放目标时 不可避免地依赖中国的电动汽车供应链 中国最大的海外目标市场之一是欧洲 中国电动汽车在欧盟市场的份额从1%上升到了8% 与此同时 中国汽车制造商正计划在美国或美国附近组装电动汽车以避开关税 然而 分析人士预计 中国汽车制造商将会更加积极地扩大出口行动 因为他们已经建立了巨大的汽车和电池生产能力 总之 中国汽车制造商在全球范围内受到欢迎 但在美国市场却受到关税和补贴政策的限制 美国政府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 并拒绝给予中国汽车享受购买美国货的补贴政策 这使得中国汽车几乎无法在美国市场竞争 尽管如此 中国汽车制造商仍在寻找其他方式进入美国市场 并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出口 华尼好市多停车场被抢包 头部重伤入院 网友 华人母女在南加工业市好市多停车场遭抢劫 女儿被歹徒拖行50码并摔倒在地 一位目击者向警方报警 警方表示 受害女子伤势严重但无生命危险 案发后 社区组织提醒民众注意安全 并呼吁留意周围环境 不要只顾注视前方或使用手机 华人协会会长也再次提醒华人注意安全 联邦法官下令暂时禁止他离开美国 网友 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 Binance前执行长赵长鹏 日前承认违反美国反洗钱法 等待明年2月23日判刑出炉 美国联邦法官琼斯表示 他必须留在美国等待量刑 赵长鹏是阿联酋和加拿大公民 美国司法部指控他未切实执行反洗钱计划 并蓄意违反美国经济制裁措施 币安同意支付约43亿美元 罚款和解 赵长鹏面临最重18个月徒刑 但已同意不提出上诉 美国政府表示 由于美国与阿联没有引渡条约 如果赵长鹏回到阿联 或许无法让他反美 赵长鹏的律师表示 他付了可观的个人担保保证金 并且是自愿到美国接受责任 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向美国会发出最新警报 网友 根据美国新闻周刊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的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 发布了一份备忘录 警告称 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制度 对美国的政治和社会构成威胁 该委员会的目标是 提高公众对中共在美国政治影响的认识 并抵制其恶劣影响 中国的统一战线工作是协调叙述 组织活动来推进中共的意识形态 政治 经济和安全利益 备忘录还确认了600多个 与统一战线有关的公民团体 其中只有两家注册为外国代理人 报道还提到 一些统一战线组织 在蔡英文访问纽约和加州期间 动员支持者进行抗议 并且在习近平访问旧金山期间 举行了欢迎游行和反抗议活动 故意还是无意 美军披露北京小心机 网友 根据五角大楼的说法 试图在亚丁湾夺邮轮的袭击者 似乎是索马里的海盗 而不是野门的胡塞武装 美国海军梅森号驱逐舰 成功救援了被袭击的邮轮 并将袭击者带上舰 该邮轮是由以色列奥佛家族拥有的 被管理公司Zodiac Maritime LTD经营 值得注意的是 在袭击发生时附近的中国军舰未作出回应 此外 胡塞武装随后向美国军舰和邮轮 发射了两枚导弹 这起事件发生在中东海域的 一系列攻击事件之后 拜登险情告急 多个机构罪数据 很不理想 网友 根据多个独立机构的民调数据 美国总统拜登的支持率持续下滑 使其连任面临严峻挑战 在多个摇摆州的民调中 拜登均落后于共和党的川普 拜登的支持率为40% 为2022年以来的最低点 此外 在外交政策和经济问题上 拜登也受到了民众的不满 特别是在年轻的民主党支持者中 对拜登在以巴冲突中的处理方式 存在不认同的声音 这些因素都对拜登的选情 造成了负面影响 不信息的鬼话 拜登紧罗密鼓搞事情 网友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成立 白宫强化供应链韧性委员会 旨在增强美国的供应链韧性 减少对高风险外国供应商的依赖 委员会将由国家安全顾问 和国家经济顾问共同主持 成员包括各部门的阁员和国务卿等 拜登政府将采取近30项措施 包括扩大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权力 投资3500万美元 用于国内生产医药关键原材料 并加强半导体供应链 此举旨在保障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 并减少家庭成本 此举反映了美国对于供应链韧性的日益关注 药品和半导体是美国关键的供应链领域 中国是美国医药商品的主要来人之一 台湾在半导体生产方面占据主导地位 拜登政府的措施 旨在减少对中国等高风险国家的依赖 通过多元化供应链合作 保障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拜登政府还将与盟友和伙伴国合作 实施国际协定和组织来加强供应链安全 与欧盟合作建立半导体供应链 阻断早期预警系统 与日本、韩国等国家合作列出优先商品和原料 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合作解决要务短缺问题 通过这些合作 美国将在国际层面上增强供应链的安全性 总之 拜登政府成立白宫强化供应链韧性委员会 并采取一系列措施 旨在增强美国的供应链韧性 减少对高风险国家的依赖 并与盟友和伙伴国合作来保障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这是拜登政府在经济和国家安全方面的重要举措 也是对全球供应链格局的调整和转变的一部分 跪杀弗洛伊德的前警察被刺 其监狱生活曝光 网友 美国前警察德雷克·肖万因跪杀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而被判刑 在狱中服刑期间遭到刺伤 这不令人意外 因为肖万的恶名使他成为监狱暴力的目标 而美国联邦监狱一直面临安全漏洞和人手不足的问题 肖万曾被关押在明尼苏达州的监狱 但由于安全考虑 他于2022年转移到亚利桑那州的联邦监狱 然而 即使在联邦监狱 肖万仍然遭到袭击 这再次凸显了监狱系统的问题 肖万被刺伤 发生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一家联邦成教所 这所成教所是一所中等安全级别的联邦监狱 关押着大约235名囚犯 肖万被关押在一个隔离牢房内 他每天只有大约一个小时能在牢房外锻炼身体 然而 尽管在更安全的联邦监狱 肖万仍然遭到袭击 这一事件再次暴露了美国监狱系统的安全问题 肖万被刺伤事件 是近期一系列囚犯遭袭事件中的一起 美国联邦监狱长期以来 一直面临安全漏洞和人手不足的问题 一些臭名昭著的囚犯自杀或遭受袭击 导致监狱安全问题引发广泛关注 今年7月 美国国家体操队的色魔队伊拉里 纳萨尔就在联邦监狱被同域犯人刺伤 这些事件表明 美国监狱系统急需改革 确保囚犯的安全和人权得到保障 总之 美国前警察肖万在狱中服刑期间遭到刺伤 这再次凸显了美国监狱系统的安全问题 肖万的恶名使他成为监狱暴力的目标 而美国联邦监狱一直面临安全漏洞和人手不足的困扰 这一事件再次强调了监狱系统急需改革的重要性 以确保囚犯的安全和人权得到保障 美军两大最新布局 要把北京封的密布透风 网友 据报道 美国空军最新部署了一批F35隐形战斗机 到日本冲绳加首纳空军基地 以增加其在该地区的空中力量 此举是为了取代已撤离的F15CD战斗机 并确保美军在冲绳的存在 加首纳基地是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重要军事要地 拥有大量的战斗机 空中加油机 指挥控制飞机和救援直升机 美国空军还计划将最新型的F15EX重型战斗机 和NTU九死神无人机部署到该基地 以确保其在冲绳的空中优势 报道指出 美军认为加首纳基地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靠近台湾 对于美军在东亚干预局势非常有利 此外 美国空军也希望保持在该地区的战略威慑能力 避免中国和美国的盟友将其视为撤军 尽管加首纳基地距离中国大陆过近 容易遭到解放军导弹的攻击 但美国空军并不愿意放弃其重要战略位置 美国退役空军中将丹毕夫表示 如果由他做出决定 他将保持冲绳加首纳空军基地的空中优势战斗机的永久存在 此外 美军还计划在2024年 在印太地区部署新型中程导弹系统 以进一步增强其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 这意味着美军的常规打击力量将长期存在于热点地区 如台海和南海 总的来说 美军希望通过不断增加部署战斗机和导弹系统 确保其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实力不落下风 以维护自己的战略利益和地区的稳定 危险 它是美民主党四金花之一 高喊反有口号 网友 美国国会众议院对拉西德 塔利布的谴责是对其公开支持巴勒斯坦的极端立场的回应 塔利布不仅公开喊出从河到海的口号 主张消灭以色列 还指责拜登总统支持以色列种族灭绝巴勒斯坦人 此外 他与哈马斯及其支持者有广泛的联系 曾雇用与哈马斯有关的活动家为自己竞选筹款 并被指控利用自己的职务提供支持给支持恐怖主义的企业的创始人 这次谴责决定的通过显示出对他的行为的广泛不满 也仅是那些试图利用美国制度来达到不可告人目的的人 美国国会众议院对塔利布的谴责是非常罕见的 显示出他的做法不得人心 虽然美国是言论自由的地方 但作为一个美国国会议员 喊出消灭以色列的口号显然是不妥当的 此次谴责虽然没有强制力 但在美国国会历史上是少见的对一个议员做出这样的谴责 此外 塔利布的竞选资金使用问题也曾引起过调查 这也引发了对美国竞选资金和大学捐款来源和使用的监管问题的关注 塔利布与哈马斯及其支持者的联系也引起了关注 他曾雇用与哈马斯有关的活动家为自己竞选筹款 并被指控利用自己的职务提供支持给支持恐怖主义的企业的创始人 这些行为引发了对外国政府和机构利用美国制度来施加影响力的担忧 虽然美国有明文规定要申报外国政府资金的来源 但在现实操作中 这个规定的执行几乎形同虚设 此次对塔利布的调查和国会劳工健康和公共服务 以及教育拨款法案的修正案显示出对这类行为的关注和警示 这次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爆发后 美国大学和媒体上对巴勒斯坦的支持几乎一颠倒 甚至支持哈马斯 这反映了一些外国政府和政治团体利用美国的言论自由环境 来影响美国国家意识形态的行为 然而 美国当局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采取了措施来限制对在校园内宣扬反犹太主义的大学的联邦资助 并对塔利布接受哈马斯资金的调查 这些举措显示出对试图利用美国制度达到不可告人目的的人的警示 展现老大担当 美军抓获胡塞分子救下被截货船 网友 也门武装分子星期日在也门外海 劫持了一艘以色列富商拥有的商船 美国海军在接到求救信号后派遣军舰前往干预 并最终成功解救了商船 与此同时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向美国军舰发射了两枚导弹 但没有造成伤亡或损失 受国际承认的也门合法政府指责胡塞叛军的武装分子 发动了这次袭击和劫持 但胡塞武装分子尚未证实 有人被美军捕获或发射导弹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 美军及其盟友在接到求救信号后 派遣了梅森号驱逐舰前往救援 并成功迫使武装分子放弃商船 五名武装分子试图搭乘小艇逃跑 但被梅森号追捕并最终投降 中央司令部表示 胡塞叛军控制的也门地区 向梅森号等舰船发射了导弹 但未造成损失或伤亡 商船的船员来自多个国家 包括保加利亚 格鲁吉亚 印度 菲律宾 俄罗斯 土耳其和越南 他们在袭击中没有受伤 也门合法政府谴责胡塞叛军 制造了这起劫持商船的事件 并指责伊朗支持胡塞武装分子 进行海盗活动 黄道带海事公司表示 感谢盟军的迅速反应 并保护了他们在当地的资产 这起事件发生在亚丁湾 该地区理论上是由也门政府军控制的 而胡塞叛军控制的地区相对较远 此外 也门附近的海域 通常没有索马里海盗活动 因此 这起事件引起了关注 人无百万炮弹 直击美神秘军工厂 网友 近日 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极树弹 引发了争议 极树弹具有较高的杀伤力 但也容易造成平民伤亡 因此多国都禁止使用 然而 美国却选择向乌克兰提供这种武器 原因在于 美国之前向乌克兰提供的 155毫米口径炮弹供不应求 弹药储备严重不足 为了满足需求 美国加快了弹药的生产速度 并选择了价格相对较便宜的 155毫米口径弹药 目前 美国每个月能够生产24000枚弹药 其中大部分产自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家工厂 这些弹药需要经过多道工序并添加TNT炸药后才能被送上战场 此外 据揭露 美国还向韩国租借了大量155毫米口径弹药 引起了韩国军工业的关注 目前 韩国唯一生产各类弹药的厂商 丰山集团的业绩也因此大幅增长 预计 随着各国增加国防预算和扩张军备 丰山集团的弹药需求将持续增长 居家收纳大时报两大家居 华而不实 网友 总结 在家具装潢中 有些家具看起来很有质感和美感 但使用一段时间后却会让人后悔并想要换掉 一些常见的后悔家具包括开放电视柜和开放式茶几 开放电视柜会让电线暴露容易积聚灰尘 而开放式茶几没有储存空间 放东西会增加视觉混乱 因此 更实用的选择是有抽屉的电视柜和有储物功能的茶几 此外 推荐选择能够收纳物品的沙发组 可以让房间显得更大更明亮 同时避免杂物的堆积和视觉凌乱 中美恶斗 名不见经传的它闯入中心 网友 田纳西州的一家新野链厂 因生产智能手机和雷达系统芯片 所需的两种重要矿产 而进入到美中贸易战的中心 该厂的荷兰所有者和当地官员正在寻求扩建资金 以便加工者和加这两种抢手材料 中国政府最近限制向美国出口者和加 可能导致潜在短缺 使美国第15大州的第五大城市克拉克斯维尔 成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中心 智能手机屏幕的背光 LED以及处理WiFi和蓝牙的芯片 部分有加制程 这被用于关键的国防和外太空应用 田纳西州是目前在美国大陆上已知的唯一一个 既运含加和者 且可提取出的加和者品级 都适用于电子元件制造的地方 田纳西州的新野链厂希望通过扩建来保护就业岗位 并为荷兰公司Nurstar带来回报 美国政府也在努力在稀土矿物和其他稀缺资源方面 迎头赶上中国和其他国家 田纳西州的努力可能有助于推动长期被忽视的产业 回归美国 田纳西州的新野链厂正在寻求资金扩建 以提炼加和者 该厂的扩建计划将耗资于1.9亿美元 目标是在两年内完成工厂的扩建 田纳西州的新野链厂是目前在美国大陆上 唯一一个可提取出适用于电子元件制造的加和者的地方 美国政府支持这些努力 包括利用数据和人工智能来预测重要资源的非常规矿厂 随着美中两国的经济交锋愈演愈烈 双方都在利用各自的技术和自然资源 白宫 我们替以色列背了很多国 网友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拜登政府内部在处理巴以冲突的问题上存在分歧 一些白宫工作人员对拜登政府控制平民死亡人数的战略 和对冲突发出的信息表示关切 他们认为拜登政府应该在冲突结束后采取两国方案 然而 一些高级顾问则认为拜登政府应该小心谨慎 不再公开场合批评以色列 以影响以色列领导人的立场 这些分歧暴露了拜登政府在处理巴以冲突上的困境 也损害了美国在全球的地位 报道还指出 拜登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 源于他个人的终身依恋和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信任 然而 这种支持也让拜登政府陷入了困境 因为美国不想公开批评以色列 而美国对以色列行动的影响力有限 尽管如此 拜登政府仍在敦促以色列尽量减少平民伤亡 并在停火后开展目标更明确 伤亡人数更少的军事行动 分歧存在于拜登的长期资深顾问和一批年轻工作人员之间 一些高级顾问承认 这场冲突损害了美国的全球地位 但他们也表示 拜登政府的支持让他们赢得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信任 并施加了压力 实现了目前的人质协议和停火 然而 如果拜登在冲突初期就缓和对以色列的支持 他可能有更多的回神余地 报道指出 拜登政府内部对巴以冲突的处理方式引发了愤怒和意义 总的来说 拜登政府在处理巴以冲突上存在内部分歧 一些工作人员关切拜登政府控制平民死亡人数的战略和发出的信息 而一些高级顾问则认为拜登政府应该小心谨慎 不再公开场合劈劈以色列 拜登对以色列的支持仍于他个人的终身依恋 但这也让拜登政府陷入了困境 因为美国不想公开劈劈以色列 尽管如此 拜登政府仍在敦促以色列减少平民伤亡 并在停火后开展目标更明确 伤亡人数更少的军事行动 这些分歧在拜登政府内部引发了愤怒和意义 受够了 拜登川普被嫌弃 他有可能创造历史 网友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许多选民对于2024年的总统选举感到犹疑和沮丧 因此吸引了许多独立 第三党和有远见的候选人参选 希望能够另辟蹊径通往白宫 这些候选人包括知名的国会议员 学术界名人 以及甘乃迪家族的后代 然而 报道指出 新政党和无党派人士当选或连任总统的机会很少见 尽管如此 美国目前正处于分裂之中 许多选民对于拜登和川普再次对决感到焦虑 第三党的候选人表示 选民已经厌见了现状 因此创造历史的可能性并不排除 绿党的2012年和2016年提名人吉尔 石坦表示 目前的政治环境对独立政治非常有利 人们渴望有原则和联名的政治 希望能够有两个不同于目前两大党派的选择 尽管无名气且无望当选的候选人每年都会参选 有时候它能够吸引足够的选票 在选举中发挥重要的左右作用 即使最终没有当选 但今年秋天第三党的参选活动非常活跃 石坦在11月表示 他计划在2024年再次竞选总统 学者兼进步派活跃人士魏斯特在左派拥有忠实追随者 他在10月宣布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2024年 根据美联社和NORC公共事务研究中心8月的民调 75%的受访者认为拜登不应该竞选连任 69%的受访者认为川普不应该参选 拜登和川普的支持率都很低 只有少数选民支持他们 许多选民认为现年81岁的拜登太老了 不适合再当总统4年 而77岁的川普面临刑事起诉 无法团结选民支持他 至于支持司法部对川普的起诉 只有半数选民表示支持 总的来说 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意识到自己候选人的支持率平平 对于第三党的选举活动非常警惕 许多民主党人认为 在2016年的选举中 吉尔 史坦的投票导致了川普的胜出 他们认为如果史坦不参选 许多支持进步派环保理念的人将会投给克林顿 蚕食西半球 中共欲取代美国 网友 美国联邦众议员麦克 加拉格尔麦克德勒格警告 中共正利用美国人的自满情绪在西半球扩张 最终希望取代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加拉格尔指出 中共正在南美洲扩大地面卫星能力 以更近距离地观察美国 他呼吁美国必须更关注邻国与国家安全 以避免被中共趁虚而入 加拉格尔警告称 中共正在蚕食美国的领土 轩弱美国并企图取代其全球领导地位 他提到了一些迹象 包括中共在南美洲的卫星能力扩大 以及购买美国港口设施 加拉格尔还指出 古巴可能有一个大规模的间谍基地 而南半球则出现了粉红色或左翼红色政府 加拉格尔敦促美国关注自己的后院 防止中共在西半球扩张 美中台怎么玩下去 网友 总结 拜习会对美中两国的意义是恢复高层沟通渠道 满足两国国内的内需 对于拜登而言 他需要展示对中国竞争关系的能力 并在国内关切的议题上与中国合作 峰会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行速宣传效应 对习近平来说 他希望通过成功的大国外交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拜习会在国际层面上也有成就 包括建立直通热线 恢复军事对话机制等 有助于共同管理危机 降低擦枪走火的风险 对于台湾安全问题 习近平在拜习会上否认有武统台湾的计划 这是对美国的表态 也是对台海问题的回应 此外 习近平还警告北京不要插手台湾大选 中国在南海和台海问题上利用满时间的策略 通过保持低调和加强经济诱因来行速有利于自己的战略条件 拜习会后 美国在印太地区建构了多个双边的安全经济联盟关系 对台湾的安全是有帮助的 此外 拜登强调 中国是一个与美国不同的共产主义国家 表达了他要继续对抗独裁者扩张的野心的立场 这对台湾来说是好消息 街头骂穆斯林强奸某某 前奥巴马政府官员被捕 网友 纽约警方于周三逮捕了一位前外交官 他因为对一位清真食品摊贩进行口头骚扰而被指控 这位前外交官名叫塞尔多维茨 曾在奥巴马政府任职并担任顾问 现年64岁 他面临的指控包括仇恨犯罪中的骚扰和跟踪 这起事件发生在11月7日 地点是纽约市上东区的东八十三街和第二大道附近 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 塞尔多维茨对小贩使用攻击性语言进行质问 甚至提到强奸女儿等极其恶劣的言辞 他还称 如果我们杀了4000名巴勒斯坦儿童 你知道吗 这还不够呢 受害者是一名24岁的摊贩 他被塞尔多维茨嘲笑他的宗教信仰 并多次遭到言语骚扰 塞尔多维茨之前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届政府中担任高级职务 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南亚事务代理主任 和国务院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事务办公室副主任 目前 他被列为纽约市游说公司 Gotham Government Relations的外交事务主席 然而 该公司在事件曝光后宣布与他切断联系 这起事件发生在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爆发后 美国的穆斯林仇恨事件和反犹太主义行为有所增加 纽约市长亚当斯发表声明谴责这起事件 称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仇恨 这种卑鄙 无理的言论在纽约市没有立足之地 他表示 纽约市拒绝这种行为 并表示他们并不孤单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